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角动量的范例 一 如图所示 质量m为5 速率v为2 以O为转轴 R距离等于12 那R和速度的夹角是θ 那请问它的角动量量值是多少 还有方向 那角动量的定义就是 R乘上动量垂直 或是R垂直乘以动量 就跟例举很像 例举的定义是 R乘上F垂直 或R垂直乘上F 那非常的类似 那我们就直接带数字进去 角动量l 我们可以算P垂直 R乘上NV垂直 那V垂直在哪里 在这儿 这个蓝色的画出来的 就是V垂直 那它就是Vsinθ 所以这里就是 RNVsinθ 那也就是带路数字 12乘以5乘以2 30度 2分之根号3 所以结果是60 根号3 那它的方向性跟力举一样 用力举一样 用右手定则来决定 大拇指 大拇指是 脚动量的方向 那四肢手指 环绕的方向就是 R向着动量 画过去 这样这个就是 脚动量的方向 所以这一题 R往V画过去的话 方向是出直面 好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